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在末后的日子做主的精兵 求神兴起我们都能够有这个爱主的心 被神使用做主的精兵影响这个世界 这个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其实实践不多 我们看到这个有没有看新闻 或者是你们在你们的地方 有没有感受天气变化很大是不是 非常的热 比以前热很多 这个是以前没有的情况 但现在热得很厉害 圣经里面有说将来在末后的日子会热死人 就是说在末后的日子会热烂越严重 所以我们这个情况就看到比以前更严重 其实当我们想到有一天 这个每一年这个天气更热 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三十年之后 就好像不能忍受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世界末后 其中一个现状 还有其他的原因 这个疫情啊 疾病啊 经济的问题啊 战争 这个很多地方都可能有战争 所以就 有可能就是我们可以活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我自己就是想 这个不是预言 这个就是看预兆 看现在的天气的变化的情况 现在世界上的情况 就是可能在十年至三十年 我就看到这个天气的变化 其实三十年之后就真的不能忍受的情况 所以就可能就是这个末后的日子的一个现状 圣经里面说什么 这启示录十六章八节 我们一起读啊 第四位天使 把碗倒在日头上 叫日头能够 考人 愿被大日所考 这是在末后的日子 这个非常的日 这个是末后的日子 圣经的预言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 上面的一些新闻 看到很多地方 现在这个热的情况都很严重 洪水是不是也很严重啊 洪水啊 其实他们都说 你看一看这句话 百年一日 看看这里有没有 这里说了 百年一日的热浪 这是他们说百年一日 但每年都有 所以他们以为 一百年才有一次 但现在每一年都有 非常热的情况 然后汉在 这个很多地方都缺水 非常的严重 都将来的时候 都不能想象 这个世界会变得怎么样 圣经也说到这个打仗 打仗的情况 我们现在世界上打仗的情况 就是 蠢蠢用 欲动 但还是 没有开始 启示录说什么了 我们一起读啊 启示录又将三节 揭开第二任的时候 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 以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 是红的 有权柄给了 洗马的 可以从地上 我去太平 使人比起相杀 又容易把大道赐给他 好的 上面的话是我写的 这个在地上再没有太平 就是夺去太平 什么意思了 就是再没有太平 现在还有很多地方 有太平是不是 但在末后的日子 将来再没有太平的日子 这个是可以发生的 现在还没有发生 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发生 但我们就见到 因为很多地方有 河武 是不是 河武 他们用的时候 就很严重的 我们看到不同的国家 都很容易 随时随地有战争的开始 我们求神给我们 更长的时间 但可能不是很长的时间 能够等到三十年吗 不知道 这个真的不知道 会不会五十年呢 就可能应该比五十年更短 是不是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情况 这个世界有大的战争 世界大战 到底要等多久了 可能不会等五十年 我就就是这个 从世界的情况看 无需预言 这个无需预言 就是说看情况 我就觉得 这个世界不会有很长的时间 就是说我们都可以去末后的日子的基督徒 我们去末后的日子很重要的 但很可惜的 就是在末后的日子的时候 很多基督徒去跌倒的 很多基督徒染弱 很多基督徒就是与神的关系 非常有问题 耶稣说到 在末后的日子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一起读 马太二十四章十节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比起陷害 比起恨物 只愿不垮的是这么多 许多人的爱心 才渐渐冷淡的 然后 天下罗里加前书二章三节 因为那日子之前必要遗到返教的事 所以说 是不是有些少人跌倒啊 圣经是不是说有些少人跌倒啊 许多人跌倒 多少人呢 是不是一千人啊 应该更多是不是 是不是一万人啊 可能更多是不是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他们听过耶稣的道理 听过耶稣的救恩 但他们与神没有个人的关系 在末后的日子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他们就跌倒了 因为实在上 世界再不同了 再不是跟以前一样 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放弃了 他们只惧怕 你们会不会跌倒啊 你们宁愿 宁愿去有永生 还是宁愿在世界上 就是有 世上 想有的 需要东西 还是有永生 哪一样更重要 如果有一天 你要放弃你的食物 你会不会说 我抓住耶稣更重要了 抓住耶稣更重要 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 有一天可能 我们不能再买食物了 不能再买食物了 因为呢 什么原因呢 因为买食物就要拜寿 寿这个寿的印记 所以在那个时候 很多基督徒就跌倒了 比起陷害 比起恨恨 你不会恨恨你的目视 不会 但有一天 有些基督徒他们会恨恨他们的目视 恨恨他们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需要有心理准备 这个会发生的 这个事情会发生的 有一天 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会反应 他们都跌倒了 我也要跌倒了 会不会这样说 我希望你不会 而且很多你认识的基督徒可能跌倒 我求神帮助我们在那时候 还需要站立得稳 真的靠神站立得稳 然后因为不法的事 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 才渐渐冷淡 其实这个世界是不是受很多影响 我们看到很多人 很喜欢玩手机 玩游戏机 就是被这个罪影响 他们就冷淡了 对神没有心 是不是 年轻人对神没有心 很难跟从神 这个也许将来 情况 全世界都是一样 其实这些人 创造这么多的游戏机 有一天就陷害他们的儿女 他们的死人儿女 因为这个游戏机 就放弃生命 对生命没有盼望 然后在末后的日子 也有离道返教 离开正道 反对基督教 在这个时候 很多基督徒会说 不要信耶稣了 你不要再跟踪耶稣了 这个情况是不是很严重啊 求神帮助我们 有心理准备 有些基督徒读了这个经文 但心里没有感觉 这好像 这个不会发生 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 但其实 很快 如果刚才我说 可能十年至三十年会发生 我们不知道 还有多长的时间 我们会见到 这些情况发生 很多人跌倒 但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神说 要将福音传遍天下 对外民做见证 然后默契才来到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基督徒还是靠神 传福音 但上面写什么 五十个有严重逼迫的国家 其实现在逼迫的情况 越来越严重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很多地方 非常前列的逼迫 而且 你们可能刚刚看新闻 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 在非洲有一个国家 就是有这个政变 有没有看到 这个 Nietje 这个 我忘记这个中文名字 这个国家 其实在这个 柬埔寨 也是有这个政变 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政变 这个世界 在政变的时候 都喊得小逼迫基督徒 有证据的原因 逼迫基督徒 也有宗教的原因 有其他宗教会杀害基督徒 每一天都有基督徒被逼迫 这个世界上 有教堂 被逼迫 被烧 都是非常实际的情况 但有一天 如果你传福音会被抓 你还不会 还不会 会不会去传福音呢 会 非常好 我希望我们都说 灵洗不去 就是说灵洗 我要更重神 但实际上很多基督徒 都是软弱的 是不是啊 你有没有见过 软弱的基督徒啊 很多很多 软弱的基督徒 遇到逼迫 他们第一样 会做的事情 是什么了 就离开神了 所以我们就说 神帮助我们 不但传递 建立他们的灵命 帮助他们的灵命 在可以的时候 建立他的灵命 好了 我们怎样做和神信义 和得神喜悦 和祝福的基督徒 这是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很多基督徒 软弱跌倒 我们怎样能够 站立得稳 被神 修复 使用 上面写的七点 第一 藏在耶稣里 才有 才能够多结果子 刚才我来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 讲到 告诉我这个情况 就是有很多的母亲 他们的儿女 不读书 不做工 就是在玩游戏 然后 将自己 自己灌在房间里面 没有力量 很难改变 也不愿意信耶稣 然后这些 父母 也许里面 很多怒气 很多愤怒 很不开心 没有力量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基督徒 都没有学到 从神得利 他们没有学到 怎样有神的力量 这个我们需要学习 怎样进进神 用心灵和程序 敬拜 我们才有能力的 如果我们 没有学到 从神得利 就必定 必定 在困难的时候 必定会 跌倒 但如果我们 从神得利 任何情况 都不会怕 然后第二 信靠神的美善 和喜乐 神必祝福 爱他人 有些基督徒是这样 很重的担子 要传福音 要站立得稳 很困难 传福音 很难 传到很难 这样的话 就没有力量 圣经叫了什么 我们 为神 将一杯凉水 给一个小姐 也不能不得赏赐 意思是什么呢 小小的事 为神做 都可以喜乐 神都喜悦 所以我们可以整天说 我所做的神很喜悦 神很喜欢 神就祝福 我就可以开心 我发觉这个对我 很有帮助 我就常常在喜乐里面 其实因为我小的时候 和成长的时候 都很长的时间 有家庭 有骂 有打 还有很多的逼迫 最后人的攻击 批评 这些情况 令我的里面 有压力 我就发觉有的时候 我自己会有一种压力感 尤其是没有事情做 当我很忙碌的时候 反而我没有这种压力感 当我静下来 例如洗碗的时候 洗碗的时候 就觉得有一种压力 然后我就想到 神让我想到 就是一杯凉水 神都喜悦 就是做最小的事情 神都喜悦 所以我们听见神 神在笑 他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所以他笑 我笑不笑了 神在喜乐而欢呼 我也可以笑 所以我听见神的时候 我说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感谢主 神就喜悦 神就很开心 他就很喜悦 我也可以开心 这个是得喜乐 很重要的方法 所以耶稣会特别的说 不是当你传福音 救了灵魂 我才赏赐 就是你做最简单的 一杯凉水 也不能不得赏赐 是不是容易啊 是不是容易 这样的话 你不停的 尊重神 爱神 你就说 现在神很喜悦 我也可以开心 我们就帮助自己 里面充满喜乐 但我发觉 很多基督徒都不是这样 很多基督徒都不是 不是刻意的喜乐的 他们就是说 很多事情要做 很繁忙 很有压力 这些父母 基督徒的父母 看到孩子不听话 也是很大的压力 很大的压力 就不能改变孩子 但如果他们 亲见神有喜乐 有平安 有力量 他们才能够改变孩子 所以首先 我们自己改变 我发觉 我两个方法有喜乐 一个是唱诗歌 哈利路亚 主耶稣真奇妙 主耶稣真奇妙 唱诗歌有喜乐 另外是我祷告 或者是敬拜 或者尊重神 我告诉自己 神现在很喜悦 神喜悦我所做 不是我去 不是我去完美 不是完美 但我做任何的小事 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做什么小事 去赠从神 我都喜悦 你都必定得赏赐 所以我就告诉自己 我做什么事情 赠从神 我都喜悦 我有什么做的不好 我就求神赦免 我不需要不停的 当着这个罪大 但我马上处理罪 任何的罪 我就马上在 心里面就处理 马上停止这个罪 我就放下罪 更轻松 更平安 哈利路亚 我去每一天跟从神 我就每一天都有力量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整一种末后的日子 有力量 就是 信靠神的美善 而喜乐 祂是喜欢我亲近祂的 然后 神必祝福 爱祂的人了 第三 自觉 脱离被见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亲民 有些时候 有些人需要帮助 有人需要帮助 例如这个代表一个人 这个代表一个人 我就告诉某人 你去帮助他了 他说 我不懂得怎样帮助 这样的话 虽然有机会 但不懂得 但我们在这个课程 是训练人怎样帮助人 所以我们参照的人 都受训练 慢慢他们就能够为人祷告 帮助人的灵命 这样的话就能够被神使用 就是贵重的亲民 但很多人不是贵重的亲民 很多人是被见的亲民 是误会的亲民 就不能做任何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帮助 每个基督都说 跟从神 服侍神 预备自己 脱离被见的事 更美好 整个生命就更大的发挥 然后第四 我们需要处理伤害 如果你里面有伤害的话 你不能有能力帮助人的 其实我自己 以前有很多伤害 但其实我曾经有恶梦 就是因为被人攻击 骂 批评 我曾经做恶梦 最严重的时候 恶梦是什么情况呢 当时我睡觉 就做一个梦 这个梦 我去建造一个墙壁 建造完了 我发觉我去站在墙壁的里面 在这个墙壁 做完这个墙壁 我就放在里面了 我就很惧怕 我就用力地打 然后因为我是在外国 他们的墙不是这样硬的 打的时候 这个墙就穿了 这一个洞 这个就是我最严重的一个梦 就是里面有这些伤害 但这些伤害 令我更去找神的安慰意志 我就看到我们倚靠神 亲近神 亲近神神就喜悦 我就可以开心 我就整天开心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被意志 所以如果你的里面有伤害 你需要接受神的意志 安慰 让你放下重担 不要再吃垃圾 要狠狠吃垃圾 就是人说的不好的话 都吃了吃了之后 我们里面就很多 充满垃圾了 但如果我们是 吃了都是好东西 神的恩典 神的爱的话 并且是人的好的地方 基督徒有很多好的地方 我们都会接受的 这样的话 我们里面就充满恩典了 第六 饶恕人不计算人的恶 以善生恶 这是用良善 帮助人能够被神改变 帮助传福音建立人的灵命 这样的话 我们不被人影响 其实我遇见不同的人 对我有负面的作为 或者是言语 但我说 我不要被他影响 我要善待他 我善待他 反而得胜 神也祝福 然后放下自己的执着 要求欲望 愤怒 罪 所有的不好的东西都放下 然后委身 联敏人 恩待人 传福音建立灵命 你愿意这样吗 你愿意处理你整个生命 需要处理 受训练 才能够被神使用 没有的话 就是有机会 也不能为神做什么 而且很多小做的时候 都有不好的见证 因为里面有入器 这个经文说什么呢 历代修上 二十九章十一节 说 就是神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强盛 都出于理 就是神有 强大的能力 他叫我们尊大强盛 我们可以成为伟大的人 你想不想成为伟大的人 想 你现在是不是伟大了 你相信你可以变为伟大吗 你想不想 你愿不愿意付出代价 你付出代价就可以了 你想的话 你愿意付出代价 请你举手 我愿意付出代价 成为伟大的人 被神使用 被神祝福 你的生命就会被提升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有一点 为什么很多基督徒 没有跟从神 没有圣徒神 因为他们以为 他们可以靠自己的方法 得力 得祝福 但圣经告诉我们 神掌管 我们生命 每一个部分 所有的地方 神都掌管 这个世界 神也掌管 这个世界的前路 神也掌管 所有的事情 都在神的手中 所以如果 我得到神的喜悦 神喜悦我 祝福我 是最重要的 有神的喜悦 有神的祝福 就够了 世界上 世界上 我们不需要追求 但有神 神也赐福 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 神也赐福我们 供应我们 给我们力量 所以第一 我们知道神长 我们就说 神同在带来的平安 喜乐 动力 力量 我有这个 从神来的力量 我是 亲见神的 神给我力量 祂必定使用我 神的力量 不是为了享受 神的力量 是为了使用我们 提升我们的 第二 我们的生命的方向 计划 恩赐 能力 供应 健康 人生 和西风的 机遇 成就 受数 所有都是神掌管的 以下 所有都是神掌管 你有多长的寿命 有多 美好的健康 有些寿命很长 我在 曾经在医院 做院务 有些有80岁 90岁 但他们有 20年 30年 是病 有病的 躺在床上的 这样长寿 好不好啊 是的 20年 30年 就病在床上 很痛苦 但我们求神 给我们力量 能够 侍奉神 到我们死的时候 是给我们 所有的机会 都是神掌管 但我们明白 一切都是神掌管的 我们就说 干从神最好 神的祝福 刚才 好像前天 我跟一个比较年轻的人 我们在看手机 然后我看的时候 我看这么近 我看都没有问题 但他看的时候 要这样看 因为这个老化的情况 我 我不去说这个人的问题 我是说神祝福我 我感谢神 我希望神的祝福我们每一个 就是说 有神的祝福 就是年纪大的 还是能够没有老化 有力量 有声音 有信心 有恩赐 有神的祥导 这几天的祥导 你没有看到神的机会 处理生命的方法 是不是很有帮助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我们都有这个机会 其实神给了我的机会 都传给你们了 是不是 你可以使用了 免费使用 不用付钱了 你可以使用 你会不会开始使用了 我希望我们都使用 所有学习的 放在信上 为什么我 学的这么好了 从我信耶稣的时候 我知道神是美好 我就很喜悦神 然后我看到什么经文 我觉得很好 我就放在记忆里 我就应用 我就看到神应许这么好 我就相信 我相信 跟从我的寿命就提升 所以我记得圣经很多 很多的经文 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 能够喜欢神的作为 神的话语 神的一切 神的圣灵都喜悦 这样的话 我们就整天 都有神各方面的祝福 然后神预备支持 和帮助我们的人和群体 我们一起 服事需要人一起 我们感谢神这个 复兴宣教世共 虽然是小的世共 但我们帮助过很多人 我曾经去十五个国家 都是这个复兴宣教 去奉献支持的 我去过很多的地方 也在网上 不同的训练 现在训练非洲的牧师 现在认识你们 也可以给你们训练 我上一会继续去训练 我也训练人去训练 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人和群体 当你有这个 如果周围的基督徒配合你 有教会 有不同的群体配合你 你就说 我感谢神 我要珍惜神这些礼物 我要珍惜周围的人 我珍惜 从他们身上学习的 我就应用在生命中 所以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 好了 下面写 但我们全心信靠 亲近神 爱神 尊重神 侍奉神 神就全面性的祝福 提升我们 如果不尊重的话 魔鬼就猜尾我们的生命 你要走哪一条路呢 我们就可以告诉人 你走神的路 走神的路 你的生命 整个生命就会提升 整个生命更蒙福 是不是更好啊 好了 这个完美的计划 中间是完美的计划 外面很多是什么程度呢 软弱的程度 有些有一些参与 然后有些人投入 有些人去尾圣 最后不但是尾圣 而是神给他的策略 我感谢神 神给我的策略 是训练侍奉的人 训练墓序传道 这个是神给我的托付 是训练 兴起人 我们这个课程也是训练 训练人 他们现在都 常常都习惯为人祷告 也领受神的指示 也有不同的经历 一下子我们会有见证 他们怎样经历神的作为 这个世界 有神的计划 这条路 一切在神的手中 从创世到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整个世界的力情 都是为了 荣神 一人 神的计划 在所有的时间 都是荣耀神 对人有益处 都在神的手中 顺从神的人 就在这个计划里面有份 不顺从神的人 他们就是抓住这个救恩 但对这个救恩 没有帮助 我解释一下 有些人就是紧紧得救 对别人没有帮助 但有些基督徒 去推动神的计划 帮助更多人 灵命更新 传福音给更多人 训练更多人 这些人是神喜悦的 因为他们推动神的计划 成就在世界上 神的计划 必定需要人配合的 是不是 神不需要派天使来传福音 也不需要派天使来 建立我们的灵命 不需要派天使来讲道 神需要派人来讲道 训练是不是 我们就配合这个计划 你想不想在这个计划有份呢 想 你就进入这个计划 从你可以做的第一步开始 你就进入这个计划 推动这个计划 帮助周围的人 你所学到的 你就帮助人 每一天享受神 必定享受神 不是压力 不是说你要侍奉 你要侍奉 这样的话 他没有自己的动力 我们需要引导他 你想不想生命被提升啊 你想不想更喜乐啊 你想不想有力量啊 你看到记得这个方法引导 你想不想用这个方法 你跟我说 你想不想 想不想 你多说 你想不想 你想不想享受生命啊 你想不想从神得利啊 你想不想神祝福你啊 你想不想被神使用啊 你想不想进入神的计划 用这个提问的方法 人让他思想 然后问 你可以做什么 能够进入这个计划 用什么方法 可以进入这个计划 你可以做什么 这是眼前可以做的 我们就开始做了 好了 最后我们讲 怎样 怎样 合神信义 和得到神的喜悦和祝福 我们怎样能够 真的合神的信义 这里说几点 就是说 敬拜 侍奉 敬畏神 盼望神 依靠神 以神为乐 这些是主要的方法 就是说 耶稣说 当拜主你的神 但但侍奉他 就是但要侍奉神 完成了侍奉神 第二 要和喜爱 敬畏他和盼望他 此爱的人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都是说 祝福谁了 刚才有姐妹问我 而他们信的 耶稣还没有祝福 圣经没有说 所有信耶稣的人 都能福 耶稣是说 听神的话 而遵守的人 有福 这里说 敬畏神 盼望他慈爱的人 神就喜爱 神就祝福 圣经是说 你爱他 敬敬他 尊重他 才与神连接 不与神连接 没有力量 与神连接 就有力量 神就喜悦 然后 四篇二十八篇 七节 要和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我信你 倚靠他 而就得帮助 就是说 神是我的倚靠 我倚靠神 抓住神 我是整天都是这样的 神啊 你是我的倚靠 我抓住你 你是我的一切 我们就有力量了 哈利路亚 神是不是你的倚靠啊 单单倚靠 但有些人说 你倚靠神 你自己就没有力量 好像这样 总是靠着神 我们靠着神 里面就有力量发出来 靠着神 一系不是好像倚靠人 因为有些倚靠人是这样的 他们整天都要靠人身上 不是这样 我们是倚靠神 我们就变为 刚强 有力量 有信心 有智慧 有动力 我们就成为刚强的人 这样的话 我们倚靠神 就从神 得力 因为神是充满力量的 然后 诗篇三十二篇 唯独倚靠 耶和华的必有 慈爱四面 环绕他 这是倚靠神 神必定祝福 所以 首先我们是从神 与神有这个亲密关系 倚靠他 抓住他 亲近他 就有力量了 藏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藏在我们里面 他在我们里面 耶稣的生命 就会叫我们 借果子 他的生命 必定有果子的 必定 带来改变的 更新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有力量 但如果 不藏在耶稣里面 就好像 自己掉在外面 枯干 人洗起来 就 用在火里 烧了 这个四点的动力 我希望我们 放在记忆里 第一 神充满爱 充满大能 第二 神 极爱我们 第三 爱神 亲近神 尊重神 侍奉神 必定蒙福 爱神 神就为了预备 眼睛未尘 看见的恩典 然后犯罪 不尊重神 必有破坏性 刚才这个姐妹 所说的情况 就是有些基督徒 他们很容易发怒 与儿子的关系 就不好了 他们发怒的时候 儿子就不听 他们的话 这样的话 他不能改变儿子 自己也受苦 所以 他们自己的怒气 他们与神的关系 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 就有破坏性 就破坏他们 破坏他们的儿女 所以我们 与家人相处 必定处理生命 要平安喜乐 我想问你 骂人是不是 能够改变人了 骂人是不是 能够改变人了 不会的 真正的改变 必定是从心里面 他明白 孩子你是宝贵的 你是重要的 神爱你了 而且 从小的时候 为他们安守祷告 后面的母亲 从小的时候 为他安守祷告 让他经历圣灵 你们有小孩子的 或者是圣子 为他安守祷告 就问一问他 打过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经历 他说很平安 很轻松啊 你就说 耶稣这么好 你要不要 以后耶稣祝福你啊 耶稣能够赐给你 吃会 读书更好 工作更好 将来有好的家庭 好不好啊 从小的时候 让他知道 神能够掌管 他们的生命 祝福他们的生命 但如果犯罪 被罪影响 我们可以引导他们 你看看有些孩子 常常都去玩游戏 看东西看手机 从小的时候开始才可以 大了很难改变 你觉得他们的生命好吗 他们就没有目的了 你想不想这样呢 这个 我希望这个放弃 这种气氛不会继续 尤其是在基督徒的家庭中 会离开 这是说 我们有平安喜乐 就能够带孩子 都尽力神 有神的同在 他们就爱神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改变他们 改变人也必定 是从神的力量来的 这四点 是给我们动力 去做任何神要我们做的 我信奉神 因为我知道神必定喜悦 我帮助人 因为我知道神必定喜悦 我有耐心的帮助人 聆听人 因为我知道神喜悦 我知道我犯罪必有破坏性 我懒惰必有破坏性 所以我全信 这是去尊重神 而且很重要 这是有耶和安的律法 有神的话语 放在记忆里 当你放在记忆里 你喜欢神的话语 你的里面就有力量 因为神有很多应许 有应许就有力量 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 这个是我发觉很大的秘诀 用心灵去爱慕神 首先是思想 依据感情 整个思想说 神是最美好的 神能够祝福我的 依据我要跟从神 直到我死的时候 我完全地跟从神 然后感情 我想到神就喜悦神 我喜欢神 我享受神 我享受与神一起的关系 因为神是美好的 所有的作为都是美好 我们经历他 也带来生命的改变和喜乐 所以我们就说 神最好 我就喜悦他 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从神来的 所以我里面对神充满感情 以神为乐 这样的话 我们祷告就容易有力量 哈 Aleluia 就有力量 感谢神 就有力量 其实我们中间有 不同的人都有喜乐 我们中间有喜乐 就是他们祷告就有喜乐 因为我们习惯从心灵爱慕神 就有喜乐 然后我们需要长期被圣灵充满 我们要成为基督精兵 首先对付罪 离开所有罪 憎恨罪 第二 圣经 爱圣经 遵从圣经 倚靠圣经的话语 有信心 我相信神很想充满我 神很想祝福我 神要提升我 然后祷告 用心灵和诚心 敬拜神 爱慕神 长时间 走路 去洗手间 在路上 在车上 都不停的爱慕神 神正美好啊 啊 就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因为我 我都是习惯用广州话说的 用普通话说的时候 要想一想 就随时随地都有力量 哈利路亚 我讲到的时候 一边去想着神 所以我就有力量 哈利路亚 这有动力 就享受 就轻松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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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可慕被圣灵充满 我可慕 我可慕被圣灵大大的充满 处理圣灵所有的罪 所有的问题 负面思想 负面情绪 我不容许我里面有任何负面的想法 负面情绪 我发觉有不开心 我马上处理 马上选择喜乐 然后安守祷告 和圣灵充满的祷告会有帮助 其实我们会有这个祷告的时间的 然后我们所做的 都有神迹其事 并圣灵的能力 使外帮人顺服 所以 信奉不但是神的话语 也有神的能力 不但有圣灵的能力 也有圣经的话语 两方面都有 圣经的话语 圣灵的能力 神迹其事 为了见证所传的道 然后在圣灵中的能力中运作 上面的图 图片 这是我为一个人祷告 他本来是很痛苦的 他呼喊 非常的痛苦的声音 然后我为了祷告 求神的喜乐临在 你看到他现在是在笑的 我有这个影片 他本来是很痛苦的 然后祷告的时候 就充满喜乐 就充满 就整个人改变 这个是圣灵的能力 一下子可以改变人的 首先 我们在圣灵中能力运作 怎样做 第一是 求神赐给我们策略 和方法 神会赐给我们方法 策略 怎样教导 怎样兴起人 怎样辅导 怎样帮助人 经历圣灵 然后带领人去投入敬拜 首先我们求神 给我们策略 去帮助他们 然后带他们敬拜 敬拜之后 或者是集体的祷告 然后就为人 按手祷告 首先有投入的祷告 然后为人 按手祷告 为人的疾病 忧伤 烦恼 灵命更新 按手祷告 也使用 知识言语 或者是限制性的恩赐 神如果给你这个恩赐 就使用 也 就是 测试 是不是准确 如果你领受信息 你告诉这个人 我有这个意念 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 这些一些方法 运用 使用这个圣灵的能力 就靠着圣灵的能力 传福音 和更新人的灵命 我希望你们都训练 你们的教友 你们教堂人 都能够有圣灵的能力 为人祷告 有能力 改变人的生命 提升人的灵命 兴起基督的精兵 基督的精兵 不但是自己做精兵 也训练其他人 这样的话 我们就影响更多人爱主 在末后的日子 很多人跌倒 但我们尽量去救更多人 提升他们的灵命 不要说他在另外的教会 另外的教会负责 我们遇见他就影响他 但不需要叫他来 我们自己的教他 我们是说 遇到人就改变他们的生命 影响他们的生命 另外就是这个爱的恩高 我曾经会有些人祷告 他们说 哇 好像今天天堂也 非常的感动 就是这个爱的恩高 有神的爱 怎样有神的 这个爱的恩高 就是我们本身 享受神的爱 耶稣在爱我 所有的事情 都不能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所有的人的问题 任何问题 不能解 不能叫神的爱 与我们隔绝 就是神的爱 永远 与我们同在 所以整天都享受神 神爱我们 我也爱人 这样的话 就能够容易 帮助人 经历神的爱了 这个是一个情况 我为一个人 祷告 他就很感动的 很感动的哭 很大的释放 其实情况都发生 很多很多次 神也喜悦 我们去传福音 建议人的灵命 虽然有些人不相信 我们还是去传福音 神都喜悦的 帮助人的灵命 神必定喜悦 神也必定祝福的 要辅导的方法 辅导 引导人 怎样引导呢 我可以说出来 你不用看这些字 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的情况 你的不开心 烦恼 有没有影响你 你觉得这些问题 是不是能不能够处理 是不是不能处理 有些人对你说负面话 是不是真的 他说你蠢 是不是你真的蠢 有人说 你没有用 你是不是没有用 你可以有用吗 这是让他知道 他有些人说的话 未必是真的 我们不需要被他们影响 你想不想更开心 你有没有可能性更开心 神可以帮助你的 第二 你想不想处理 现在的问题呢 你想不想 第三 你有没有尝试去处理 这些问题 或者是处理你的思想 有没有有效吗 你想不想我提议一些方法 你有没有曾经处理 但处理能够处理吗 如果不处理 不能处理 你想不想我给你一些提议呢 这些提议能够行出来吗 这些就是一方法 引导他去思想 这个情况辛苦吗 你想不想改变呢 有什么方法 你曾经用什么方法 有效吗 你想不想我给你一些提议啊 我给你的提议 你能够行出来吗 这是用不同的方法 帮助他们去改变 有些人以为改变人 用路气更有效 这个更快 有些人说很快 你说快走 他就会很快地走 你要读书 他就马上读 但他里面不喜欢 不许他有 不许他有这个动力 他没有动力 骂人只有短期的果哨 但没有长期的果哨 长期的果哨是他自己改变 他自己爱主 他看到神的美善 他看到你信靠神的美善 如果我们用借那人的心态 爱心 游和的言语 引导人 更能说服人 改变人 这是耶稣所说的 他是游和谦卑的 耶稣是游和谦卑的 然后也 为人按手祷告 经历圣灵改变 这个左边呢 是在非洲的一个 姐妹 我为他祷告 他说 经历好像天堂一样 这些都是一些 我为他们祷告 他们很感动 就是我们可以 为人按手祷告 有孩子的时候 为他按手祷告 用他经历圣灵 然后问他 你有什么经历啊 他说很平安轻松 你就问他 耶稣这么好 你想不想 耶稣以后祝福你啊 他愿意的话 你就说 你愿不愿意去爱神啊 然后我们帮助基督徒提升 在这个时代 因为很多基督徒 是软弱的 有些会跌倒的 我们总要帮助他们呢 首先带倒 求神怜悯 然后接纳 虽然他们软弱 我接纳 然后聆听万怀 我听到你的情况 我知道很辛苦 你的家庭的情况 很辛苦的 刚才姐妹所说的 这个母亲的情况 很辛苦 他的确很辛苦 见到他现在很辛苦 然后第三 聆听关怀 关怀他们 关怀他的情况 我知道你是辛苦的 也可以分享 见证 我怎样曾经改变 被神经历 经历圣灵 神改变我 或者是某人经历圣灵 有些人有病 我说我曾经有病 祷告好了 有人有病 我为他祷告好了 你想不想 我为你祷告了 然后能够帮助他们的生命 灵命 帮助 辅导他们 然后也平静的讨论 不去骂他们 而是平静的讨论 就能够 有不同的策略 去帮助 提升 基督的生命 你愿意成为 基督的精兵吗 愿意 我们都可以的 我们靠着神都可以的 神可以使用你的 但我们必定要行动 建立与神的关系 亲见神 处理生命 真从神 你的生命就提升 但如果没有 从神来的力量 没有学习的话 就不能提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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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